那个名字真的很难记 我来看看 铁芙蓉是吗 是 那是炒菜锅的材质吗 铁芙蓉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塑胶 然后它涂在这个锅子的里头 内面这样子 因为它的效果是它可以不沾 不沾锅 所以像我们这种不会接鱼的啦 第一个就荷包蛋的啦 就很喜欢用不沾锅 没错 我们家也是 可是如果你用久了 你会发现它的不沾怎么样 越来越沾了 就表示它那个涂层啊 那些铁芙蓉啊 开始融化了 对对 不是融化就是被我们吃进去了 那铁芙蓉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 因为前几年报道的就是 因为它会致癌嘛 对 它对我们肝脏有毒性 而且它在我们身体可以停留好久 可能半生期就达到13年之久这样子 那所以它在只要这个化学物质 带在我们身体越久的话 越可能中毒 了解 可能产生别的像慢性毒性 刚刚你说的可能是癌症等等 因为尤其再加上因为都是炒菜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他现在会比较胜选锅子 但是也有些人他根本从头到尾 不知道家里面是在用什么样的锅子炒菜啊 那些没有注意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些保鲜盒啦 我们外面会喝到的饮料杯啊 饮料杯啊 对 然后随身瓶等等 哇 每一样东西老师都被您讲到的时候呢 其实会觉得有一点下巴到 对 因为好像其实像以锅子来讲啊 不同的锅子如果说使用的不当的话 其实对于身体来讲的话 像用铝锅还是会造成那个阿滋寒默症喔 主要是因为铝锅他本身他怕酸 所以你如果说煮一些像酸辣汤 对 或者是炖笋子啊 就是那个酸笋啊 那些酸菜啦 那些酸的还有番茄酱啊 那这些东西比较容易把铝融出来 所以我们就建议这个铝锅来煮这些 我刚刚提到那些食物这样子 所以各位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修林老师呢 有帮我们整理出来喔 像比如说我们刚才 老师一开始讲到的这个铁芙龙锅 然后会因为刮伤而产生致癌物质嘛 那铝锅的话 如果说煮酸性的食物 就会容易融出铝这个重金属物质 对对对 所以呢像什么酸笋啦 酸菜啦 酸辣汤啦 酸辣汤啦 番茄酱啊 哦 对 可是老师往后期喔 那个 啊对啦 那个买锅子的时候 应该都可以问得出来材质是什么 我本来就想说 那我怎么知道我用的是什么锅啊 对你买锅子的时候 其实他有时候会写 比如说铁芙龙 他不会写铁芙龙 对 他会写符素素质 这个符 符素 了解 素质 素质就是塑胶的意思 了解 所以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个符字的时候 是 就应该要格外的去注意了 好 那其实铁锅来讲的话就是 它真的很重耶 对 铁锅很重 然后就是但是它比较耐帅 有时候会生锈这样子 但是他感觉起来如果把它洗得干净的话 是好像还比较好一点 它相较于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嗯 有人甚至说如果缺铁的话 用铁锅还补铁这样子 但是我是不建议啦 对对对对 我们也这么说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 现在如果说是炒菜锅的话 不锈钢锅 嗯 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嗯 只是它容易沾锅 跟传热会比较慢一点 对但是不锈钢锅 如果你会用的话 它也可以有不沾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煎鱼 对对对对 或煎荷包蛋等等之类的 我们可以等到那个锅子稍微凉一点了 然后呢 你就很容易去把它翻面 哦 那有人说那我很急 老实讲我常常怎么样你知道吗 我个性很急 嗯 今天那个鱼很快就想把它翻面 对 就是一直吐一直吐 吐到后来变什么 都变鱼松了 对啊 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呢 用不锈钢锅炒青菜的时候 也是稍微一个不注意 可能有些青菜就已经这样子贴在锅上了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玻璃锅了 嗯 玻璃锅跟陶锅来讲的话呢 它们好像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容易是在煮 煮汤 对对对对 对一些那个养生的汤啊 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而且就是比较常用 然后这两种锅子的话 就也比较少有所谓的那个 产生一些什么致癌物质啊那些的 嗯 好所以呢各位 我们在看到哦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面常用的在一些 呃会用到烹调的器具上面 嗯嗯 那大家真的要去注意 包括你常常在煮汤的那个汤锅 它是什么材质做的 因为真的老师不讲那个铝锅会煮出那个 铝 酸性硬质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 像会去煮番茄的那个汤啦 或者是加醋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会加一些比如说黑醋啦 或者说是什么在里面的话 各位就要注意咯 好 它容易煮出这个酸性的物质出来 嗯 哦 老师这样子听起来真的会觉得说 有很多东西都必须要精挑细选一番 那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审慎的选择呢 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回来 请陈修林老师继续来告诉我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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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多首